那我現在在剪影片 然後呢我只要打到 歌子的歌這個字 我的剪輯軟體就會自己全部都關掉 我在旁邊打小帥哥 我告訴你 沒有 不關你 哇 都當掉了啦 那我現在在剪影片 然後呢我只要打到 歌子的歌這個字 我的剪輯軟體就會自己全部都關掉 然後我已經這樣子兩三次了 所以呢我的經紀人現在在碰我 我懷疑這裡有歌子的病在日本 所以導致工作不太順利 歌子非非 歌子非非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歌子會不會 開心一點喔 歌子在這裡 我在旁邊打小帥哥 我告訴你 小帥哥 哇 都當掉了啦 最後一次小帥哥 現在換另外一個字體 小帥哥 沒有什麼字體都不行耶 我打一個蛤再一個鳥 哎呀 什麼事都可以找到解決辦法 這就是你的人生 好帥 蛤鳥 可以耶 然後把蛤鳥的那個金句 很好吃 哦 好棒喔 你 所有事情 都有解決的方法 你們知道台北人萬聖節結束 都會做什麼嗎 沒有錯 台北人都是南瓜珍奶喔 台北人只要變完妝 要完糖果 覺得很累 就會做南瓜珍奶 在這個溫馨的節日 裝扮很快樂 但真的很累人 不過為了應景 還是會變妝 裝扮 然後吃南瓜 平常都在裝好人 萬聖節只多裝一天而已 說的沒錯 平常大家都是阿嬤的冰箱 怎麼樣都可以裝 但是台北人不會在萬聖節的時候說 Trick or Treat 會說 等到把三杯喝 疲憊的台北人為了放鬆 會在南瓜裡面加入快樂水 試圖讓自己撐到下一個連假 然後把要來吃不完的糖果 切成好入口的大小 放到南瓜快樂水裡 台北的南瓜跟快樂水一定很缺貨吧 邊做邊卸下味妝 好試成雙 接著放上吸管 就是南瓜珍奶了 沒錯 台北人都這樣結束萬聖節 那你呢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 氣質越多 他的動越多 其實動越多 其實就越傻 所以氣質越多 氣質就越傻 告訴我 什麼是知識的詛咒 知識的詛咒就是 當你在一個領域發展太糟的時候 你會把很多知識 當成一個基本知識來看待 你因為有抬頭前提沒有講清楚 你會覺得我講真的會懂 但其實你講這個東西 你會不會懂 這就是知識的詛咒 再告訴我一次 什麼是知識的詛咒 什麼是知識的詛咒就是 為什麼氣質越多 氣質越變越少 因為是知識的詛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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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